据国内媒体报道,中国空军近日在某基地对肩负11D战机进行了测试,这就说明大家一直猜测可能存在的肩负11D战机不仅真的存在,很可能会大批量列装部队,对于肩负11D这款战机,可能许多人都不太了解,但是它的前一款肩负11B战机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讲肩负11D战机,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它的母机型肩负11战机,这款飞机是中国空军在上世纪90年代从俄罗斯引进的,其实就俄罗斯肩负27战机,大家不要以为肩负11战机就是俄罗斯苏负27战机,其实不是这样,中国在引进之后并没有一成不变,而是对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最后几乎就只剩下核发动机是俄罗斯原产的了。 后续肩负11战机陆续发展了多种型号,直到今天最新型肩负11D战机的性能,几乎已经可以媲美俄罗斯苏负35战机。 前段时间,俄罗斯完成了给中国交付最后一批苏负35战机,直到这时候,中国版苏负35肩负11D战机才逐渐出现在了公众视野。 现在想想我国当初不愿意并购太多租,负35战机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小编辑的肩负11D战机第一次亮相是在2015年4月29日,那时网上流传着一架黄色涂装印有D1101的原型机。 当时只是听大家说这是最新型的肩负11D战机,一年多之后的2016年9月份,网上又流传出来了肩负11D战机和肩负11D战机在高原训练的照片。 以此可以推断出肩负11D战机正在进行高原测试。 为什么几乎所有战机都要进行高原测试,测试通过才可以,这是这主要是因为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压力低,结果就会导致能够提供给飞机发动机的氧气特别少,对飞机发动机造成不利影响。 进行高原测试,能够对有可能的产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从我国以往对战机测试来看,高原测试这一项一般是在中后期,由此可以看出肩负11D战机在两年前就已经基本成型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年底,从俄罗斯引进的首批4架苏副35战机,来到我国河北苍州飞行训练中心进行训练。 今年年初,从国外卫星拍摄的照片来看,有5架左右的肩负11D战机在我国沿梁飞机中心进行测试,与潜意型号肩负11D战机相比。 肩负11D战机是一款非常重空优的战机,其换装了解放军新型有缘像控阵雷达,综合探测能力上的一个台阶。 另外,为了更加适应现代作战,肩负11D战机多处也被进行了隐身化处理,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 除此之外,让人称赞的是肩负11D战机强悍的外挂能力。 如果算上一间的两个外挂点,该机共有12个外挂点。 真多,根据我国空军的要求肩负11D战机将会配备推力达到14、5吨的增量型太航发动机以及使用推力矢量喷管。 这一技术已经在肩负11D战机上体现了,所以技术上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难题。 肩负11D战机作为一款重型三代半战机,在我看来应该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三代半战机中最优秀的了。 未来肩负11D战机将会大量服役,称其我国空军的常规部队。 俄罗斯X-47M2敌手导弹服役的消息最近再次出现在互联网上,这种射速达到10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被认为是俄罗斯的最新杀手锏之一。 因为现役的大部分反导拦携弹速度尚未能突破5马赫的界限,因此X-47M2敌手导弹被认为可以轻松突破大部分反导系统。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敌手导弹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战斗直搬了。 俄罗斯为这种导弹安排了两种主要搭载平台,一种是米格-31猎狐犬超音速捷机机,另一种就是屠副22M3逆火轰炸机。 这两种平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速度非常快,能够满足快速突防的需要。 米格-31是苏联米高阳设计局,在前行米格-25的基础上发展的全天候截击战斗机,这种机型的机身庞大,机长达到22,7米,地长接近13,5米,起飞重量可达46,2吨,虽然体型庞大, 但是米格-31所使用的两台D30F6加利窝上发动机推力十分巨大,能够让米格-31截击战斗机飞出超过2,8马赫的速度,这比绝大部分战斗机都要快。 而屠副22M3逆火轰炸机则是图波列夫设计局的作品,这种轰炸机起飞重量可达126吨,配备两台NK25加利窝上发动机,该机的飞行速度同样可以达到2。 3马赫,比一些战斗机还要快,而且作为一种轰炸机,逆火的载荷能力更加出色,一架逆火轰炸机可以搭载4枚匕手导弹,其发挥的威力将会更大,显而易见, 俄罗斯用米格-31猎虎犬截击战斗机和屠副22逆火轰炸机来装备匕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为了要将匕手导弹的高超音速优势发挥到极致, 本身这两种机型的突防能力就已经十分强悍,匕手导弹部署在这样的平台上,更是所向披靡,除了拥有极其强势的射速之外,匕手导弹还拥有非常可观的射程, 其最大飞行距离可以达到2000公里,这意味着米格-31节机机和屠副22M3轰炸机,可以在距离非常远的空域发射匕手导弹,匕手导弹仅需依靠自己的长距离飞行能力,就可以到达目标地点。 冷战期间,苏联建造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飞弹巡洋舰舰队和核潜艇舰队,为了对抗美国的核动力航母以及战略核潜艇,苏联还专门研发了大量的陆基反舰弹道飞弹, 由于苏联浮原辽阔,当时离海已经成了苏联的内海,作为一个内陆湖,离海常年风平浪静,而苏联也利用这个世界最大内陆湖建造了世界最大的地效飞行器,离海怪物,这个外形酷似飞机和船结合体的地效飞行器拥有8步发动机,最大飞行重量接近500吨,而且背上还背了6枚白铃超音速反舰飞弹,其在海上速度非常快, 一般船只都难以追上它的速度,可以出其不意进行反舰打击,同时其庞大的舰体可以搭载800名士兵,航程接近8000公里,地效飞行器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但离海怪物这么大的地效飞行器非常少,受到这款飞行器的刺激,中美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对地效飞行器进行了研究,然而美国缺乏使用的效飞行器的平静海域, 中国却在地效飞行器的研发上走出自己的路,地效飞行器依靠的效贴的飞行,对地面平整程度要求高,因此离海平静的湖水适合大型的效飞行器的飞行,但由于地效飞行器距离地面太近,受到的效影响非常大,因此实际上乘坐非常颠簸,乘坐体验不强, 而中国创新性采用了无人的效飞行器,起飞重量近三吨,最大挂载达到了一吨,可以携带多种侦察和攻击设备,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600公里,平时在水面3至5米位置贴的飞行,而这其实是中国最新的水下杀手的载具。 目前水下武器中,超空炮水雷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之一,超空炮水雷利用高速在水雷头部产生高温激波,蒸发顶部的水形成超空炮,而这层超空炮将把鱼雷包裹起来和水面隔绝,从而降低水下阻力,让超空炮水雷的水下速度超过200节,也就是370公里的时速。 苏联超空炮水雷的研发中心在哈萨克,尽管这个国家没有海,但在苏联时期却是超空炮水雷的主要研发地,其研发的超空炮水雷具备非常强悍的能力,只是由于超空炮水雷在形成超空炮时需要非常大的能量,这让水雷的续航力只有15公里,而且产生巨大的噪音,容易暴露攻击对象。 而中国采用的效飞行器和超空炮水雷结合的方式,解决了超空炮水雷射程短的问题。 地效飞行器贴的飞行非常容易把自己的雷达特征和海面杂波混合起来,难以被敌方发现。 而其600公里的时速,可以快速接近目标船只,在其靠近船只,让对方船只进入超空炮水雷射程后,再发射水雷,15公里的距离。 以超空炮水雷的航速只需要不到2分钟就能跑完,而2分钟让水下声音那发现锁定并拦截一个200节的目标几乎不可能。 可以做到非常高的精确度,地球7成以上都被水所覆盖,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控制了贸易,就控制了世界。 这是西方海权论的核心,美军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世界第一的海军,并在海外建立了众多的军事基地,将战争推向国门之外。 在未来的这场博异中,中国要想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必须拥有建造航母的能力和养的起数艘航母舰队的实力。 瓦良格是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一艘破旧航母,当时完工不到七成,尽管在水里泡了很久,中国也是如获至宝。 在对其复原改造的过程中,积累下了大量的造航母经验,为后续中国造出更好更先进的国产航母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第二艘航母为002号,即第一艘国产航母。 这艘航母在去年下水,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三次海事,目前正在港口进行修整,按照原定计划推进第四。